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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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 極殘忍應發 充滿了羞恥 還更羞恥 但是你 把官免襲下 定想了 一切轉化 三字架 焰河等榮耀 捕血已傾轉 除去 羞恥 手指甲 這印點幾何 祝你已 顛覆世界 你不願 有一個尋覽 你今月 降悲於欺騷 借今後 每一步 全是陰典之路 從十勇氣 背上十九 十字架 燃河等榮耀 捕血已傾轉 隨去 羞恥 十字架 這印點幾何 這印點幾何 祝你已 顛覆世界 你不願 有一個尋覽 你今月 降悲於欺騷 借今後 每一步 全是陰典之路 從十勇氣 背上十九 你不願 有一個尋覽 不願 有一個尋覽 你今月 降悲於欺騷 借今後 每一步 全是陰典之路 從十勇氣 背上十九 從十勇氣 背上十九 親愛主 我們感謝賺給你 因為你 為著這個十字架 走上一個羞辱 我們知道 因為這個十字架的緣故 我們能夠領受你的恩典 我們能夠因為你的緣故 有勇氣 走前面人生的路 因為這個十字架 我們生命被改變 我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主要就叫我們 不要輕看這個十字架 而是高舉這個十字架 在一個末世的時候 在眾人不相信你的時候 看這個十字架為羞恥 為羞恥的時候 我們更加去尊崇 去高舉 去藉著這個十字架 叫世人體為一個羞恥的 成為你得榮耀的地方 祝我們也同樣去背起這個十字架 勇敢全然全人的去跟隨你 求你就呼喚 呼照 喚醒我們眾頂之妹 祷告奉耶穌基督 福會有德性的名 阿門 詩篇一八三十二篇六節 我們聽說若跪在已發他 我們在激烈耶林就尋見了 我們要盡他的居所 在他腳踏前下拜 耶穌華阿 求你興起 和你有能力的若跪 同入安息之所 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 願你的聖民歡呼 求你因你服人大衛的緣故 不要嫌棄你的受高者 耶穌華向大衛憑誠實起了誓 必不反覆 說我要使你所生的 坐在你的寶座上 你的眾子 若守我的藥 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道 他們的子孫 必永遠坐在你的寶座上 主耶穌華 願你來到被高舉 願你的名字 被你的聖民 你的祭司 來到榮耀 因為主 你是那個信實 亦都是守藥 永活的上帝 你怎樣曾經向你的 仆人大衛 憑著你自己的公義 和誠實起誓 你說你要使他所生的 他的後裔 來到坐在你的寶座上 主耶你就必 來到去實踐 實現你的應許 眾言人是失弱 但是主你卻是 永遠的信守你的聖約 天父上帝 我們就要感謝讚美你 願意所有屬於你的 伯仁祭司 都披戴主你自己的公義 願意你的聖民 百姓子女 都來到歡呼 主耶和華 你的名字 天父上帝 我們曾經 都是離開你 我們曾經 都是 來到 不去信守 也都不去堅持 我們同你立的約 但是神啊 你卻是用你的慈聲 來到 呼喚我們 叫我們來到回轉 主也都藉著主耶穌基督 大衛的後裔 祂坐著 這個大衛的寶座上 成為我們心裏面的王 主我們就敬拜你 我們就讚美你 我們願意 一生的 來到守 你的藥 也都要教訓 也都要 遵守你的教訓 天父上帝幫助我們 願意我們來到 遵守你的教訓的時候 主要你得著 你當得的榮耀 我們這樣 感謝讚美 是奉主耶和華的命 阿門 但以理書 六章 大樓市決定 設立 120個總督治理全國 總督之上 設有3個總長 以為護皇的統治 但以理是其中之一 因為 旦以理有非凡的心智 遠超過其他總長 和總督 王 就考慮 讓他治理全國 於是 其他總長和總督 想在旦以理的政務中 找他把柄來控告他 卻找不到任何把柄 或者過失 因為他誠實可靠 毫無過失 最後他們說 除非我們 在旦以理上帝的律法下手 否則 找不到指控他的把柄 於是 這些總長和總督 來到見王 去說 願大樓是王萬歲 所有總長、行政官、總督、貿士和省長都認為王應該下一道禁令 三十日之內 任何人不可以向王以外的神明或者其他人來討告 為者必被丟入獅子坑裡 王呀 求你頒布 簽署這道禁令 使到這個禁令不可以更改 就好像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令是不可以更改的 於是 大樓是王簽署了這道禁令 但以理知道王簽署了禁令之後 就回到家裡 他樓上的窗戶朝向耶路撒那 他就好像往上一樣每日三次跪下來向上帝討告 感恩 那些官員一同來到 發現但以理向他的上帝討告、祈求 就去見王 提及王的禁令說 王呀 你不是簽署了禁令三十日之內 任何人都不可以向王以外的神明或者其他人討告的嗎? 為者必被丟入獅子坑裡 王說 確是有此事 按照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 這個禁令是不可以更改的 他們對王說 王呀 被努力的猶大人但以理 不理會你和你的禁令 仍一日三次向他的上帝祈禱啊 王聽了這些話 十分受煩 一心想要救彈以理 直到日落都在籌劃解救之道 那些人一齊來見王說 王呀 按照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 王頒布的禁令和律令是不可以更改的 王就下令把彈以理帶來 扔入獅子坑裡 去對彈以理說 願你忠心侍奉的上帝 來拯救你 慳口用大石來封住 並且加上王和大神的封印 使懲罰但以理的事不可以更改 王就回王宮了 整夜禁食拒絕娛樂無法入睡 第二天一朝早 王起來匆忙地趕去獅子坑 到了坑邊 淒聲呼喊彈以理 永活上帝的伯仁彈以理 你忠心侍奉的上帝 有沒有救你脫離獅子的口 願王萬歲 我的上帝差遣天使封住獅子的口 不讓他們傷害我 因為我在上帝面前是清白的 王呀 我在你面前也沒有過錯 王非常之開心 即刻命人將彈以理在坑中拉上來 於是彈以理就從坑中被拉上來 他因為信靠他的上帝身上毫無損傷 王下令將那些惡意控告彈以理的人 和他的兒女、妻子都帶來 扔入獅子坑 他們還未到坑底 獅子就撲上去 咬碎他們的骨頭 後來 大樓氏王 傳遇境內的國族、國邦、國語種的人說 願你們大享平安 我下令 我統治的國民都要敬畏彈以理的上帝 因為祂是永活長存的上帝 祂的國度永不滅亡 祂的統治直到永遠 祂庇護、拯救、在天上地下行神職其事 救彈以理脫離獅子的口 因此在大樓氏和波斯人 蔡老師執政期間 彈以理凡事亨通 親愛著我們今天看到 彈以理他建立的一個美好的榜樣 就是當大樓氏王去執政的時候 他來到彈以理 按著上帝你的心意 亦都在一個秘魯的時候 仍然來到做一個忠心的 上帝你託付祂的職份 無論是處理行政的事務 無論是為主來做見證 當祂見到一個命令 要去拜皇帝的時候 祂知道這個不是上帝你的心意 祂心裏面就去堅持 去持守祂的信仰 就算在外邦人的當中 祂仍然來到 緊緊的來執著 去堅守上帝你的吩咐 同時間也都在彈以理的身上 我們看到祂怎樣來聽從 在地上王權的命令 主我們見到祂 就算是要被惡人陷害 要放入獅子坑裡面 祂仍然持守一個對你的信心 上帝你見到祂的見證 不單單是祂自己 看到神自己的同在 祂也藉著這個見證 祂所重視的信仰 也重視祂這個位分的時候 上帝你叫做大樓士王 祂看到祂看重這個彈以來 並且來敬拜敬為祂的上帝 所以祂要的大樓士王 祂頒布 明明叫所有的子民百姓 各族的人 在祂管治下都要來去敬拜 敬為一個上帝 主要今天對我們有很多很大的提醒 就是沒錯 我們都是一幫客旅 是寄居的 我們都不是屬於這個的世代 但是我們在一個人生的裡面 在我們一個短暫客旅的時候 在一個異鄉的裡面 你仍然叫我們要去中心 一方面我們要去中心的去跟從你 我們知道上帝你是唯一 我們去敬拜的上帝 而同時間你都猜派我們 在這個世界裡面 來去作見證 來在我們不同的工作崗位上 我們要去尊重 包括了一些不認識上帝的上司 公司、老闆 我們都要在裡面去尊重 因為我們知道 最終我們所侍奉的是上帝你自己 如果今天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會混亂了、混淆了 哪一些地方我們是要去堅持 哪一些地方我們可以比較知道 上帝你是猜派我們去的 神啊求你念吻我們、幫助我們 我們有時候我們執著於一些 不是上帝你所要我們去執著的 而是我們一些人的遺傳 人的傳統 但是我們卻是忘記了 上帝你呼召我們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在什麼地方裡面 我們來去為神做見證 我們為神去持守這個信心 持守這個信仰 主要求你幫助 我們抵應姊妹 我們不斷被你來更新 而不是只是被我們的過去一些傳統 來去牢牢的 來框架住我們 求聖靈你就來釋放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 我們一方面是勇敢的 來為你而活 第二的 我們要被猜遣 入到這個世界當中 去侍奉你 祝我養望你 求你就幫助我們弟兄姊妹 祈禱奉耶穌基督 一聖又付一名 謝謝 彼得後書三章一節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現在寫信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 這兩封信都是為了提醒你們 激勵你們保持真誠的心 叫你們記得從前聖先之門說的預言 以及我們主和舊主直著派到你們那裡的使徒 所傳給你們的戒命 最重要的是 你們要知道在末世的時候 必會出現喜歡冷嘲熱風 為所欲為的人 他們說 主要降臨的英許在哪裡呢? 從我們祖先場面地下直到現在 萬物依舊和創世之初不是一樣嗎? 他們故意忽略 太初上帝憑口中的話 創造了諸天 並藉著水和水中造出了地 後來那個世界被水淹沒了而毀滅了 同樣 現在天地要憑上帝的話傳到不敬虔的人 被審判和毀滅的日子 到那時天地都要被火焚燒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一件事你們是不能忽略的 就是主看一天就像千年 千年就像一天 主的英許還未實現的時候 有人以為祂是貪賢 但其實不是貪賢 而是寬容你們 祂不願意被任何人來滅亡 願意人人都來悔改 不過 主在來的日子就像賊一樣一樣突然之間臨到 到那天 諸天必在一聲的巨響當中消失 有形有質的都要被烈火毀滅 大地和其中一切的將不復存在 一切都要這樣被焚毀 你們在熱切等候上帝來臨的日子的期間 應該怎樣過聖結 敬虔的生活 因為到那個日子 天都要被火焚毀 有形有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燒盡 但是我們等候上帝應許的新天新地 有公義會住在其中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既然盼望這個事 就當努力令到自己在主面前毫無瑕疵 無可指責 安而無懼 你們要將耶穌的寬容看作 是給眾人得救的機會 正如我們親愛的弟兄保羅 按著上帝賜給他的智慧 寫信給你們一樣 他所有的書信都談及到這些事 一些不學無術 反覆無常的人 曲解了信當中一些難明的地方 就好像曲解了其他經文一樣 他們這樣做是自取滅亡 也因為這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些事 就應該提防 不要讓那些不法之徒 用錯謀的理論引誘你們 令到你們失去了原本堅固的立場 相反 你們要跟我們的主 和救主耶穌基督 在恩典當中不斷地成長 愈來愈認識他 愿榮耀歸給他 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門 神愛主耶穌基督 我們實在要感謝讚美你 因為神啊 你看時間和我們人看時間 是完全不同 主啊 你看一天好像千年一樣 千年又好像一天一樣 主啊 我們人 以為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這樣做那樣 但正如雅各所說的 我們就好像一片魂霧 出現片時就不見了 但是主你自己卻是掌管時間 你給我們仍然有生命氣息 能夠存留在世上 你並不是要寬容 給我們寬容 去任意 來到去用這些時間 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 你是要寬容 那些在沉淪當中 仍然未認識你的人 他們有機會的回轉 主啊 你不是要拖延 你都不是要寬容我們 去濫用自己的時間和自由 你是願意每一個人都來到悔改 你不願一人沉淪 主啊 我們要感謝你 因為不是你的寬容的時候 今天我們都不能夠在你面前 去領受你每一天 話語帶來那種的提醒 和改變 但主要我們不要忘記 有一天你都要回來 甚至你回來的日子 是好像賊一樣突然的來到 沒有人能夠預測 我們以為我們還有明天 但是其實下一分鐘 下一個小時 我們仍然是否在這個世界全流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神幫助我們 我們要珍惜你給我們的日子 以至我們在世的時間 時事的都是以主的意念為我們的心思 以神你的心腸為我們的心思 以至我們能夠將福音 將這個末世的信息 能夠向我們身邊 未認識主的人來到全港 因為主啊 你回來的時候 你必行你的公義的審判 到那個日子 如果不認識你的人 他們的結局下場會是怎樣 我們實在無辦法去想像 主啊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不單止一方面有迫切的心 去為你見證 另一方面 我們也帶著一個喜樂期盼的心 因為主啊 你回來的日子的時候 我們這個敗壞的身體 也都要得熟 主啊 一切這個有形有質的 都會消化 但是我們這個永恆 能夠和主你一齊的靈 將要在這個新天新地裏面 與主你一齊的 在這個永恆裏面 來到有美好的一個相聚 主要我們多謝你 幫助我們 仍然繼續堅持 這一份的盼望和信心 以致我們在再世的日子 來到過聖極的生活 到那一日 我們去見你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你面前 毫無瑕疵 無可指責 主啊 實在我們要感謝你 就好像看到彼得 他的書信 我們實在 去驚歎彼得 本來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漁夫 但是他今天所寫的書信 每一點一滴 每一字一脈 都是帶著聖靈的能力 來到去提醒 去建立我們 我們就為了主你的大能的改變 獻上感恩 願意我們都能夠學習 彼得的一樣 我們的生命 願意的謙卑降伏 來到被你改變 我們這樣祷告感謝 是奉主耶穌的命 阿門 針言二十八章 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看人的情面 乃為不好 人因一塊餅 枉法也為不好 人有惡眼 想要急速發財 卻不知窮佛 必臨到他身 親愛主 我們再一次獻上感恩 和討告 神啊你說 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 人因為一塊餅 而枉法也是不好 上帝 你已經將你的律例 誡命典章給我們 主要你叫我們去持守 正如昔日 彈以你的一樣 他知道除你以外 別沒有其他的上帝 所以他要盡心盡盡 盡意盡力 來愛上帝 主要其餘的 就是我們要愛人如己 今天你教導我們 我們怎樣按著你的律例 來過我們的生活 怎樣來是 不要因為人的緣故 因為情面的緣故 來將你的教導來扭曲 主要求你就猜拔我們 我們有勇敢 有勇氣 也有愛心 怎樣來將你的真理 去講明 去活出 以至到我們所活的 不是我們看其他的人 而是我們單單讓望上帝 我們靠著你的恩典 靠著你的作為 我們為你去做見證 你都讓人 因為這樣的緣故 去認識上帝 去跟從上帝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眾弟兄姊妹 開始一個星期的工作 生活裡面 更加從你得力 我們這樣的討告 是奉耶穌基督 德聖又復活的名求 阿門 11月29日 您收拾一下問題 彼得後書三章八至十節 親愛的弟兄 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利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擔言 其實不是擔言 乃是歡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都一樣 那日 天必大有響聲廢墟 有形則的都要被烈火燒發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從這個角度 你怎樣去理解主對各種的事情 不是擔言 卻是歡容 令到人仍然有及早回轉的機會呢 親愛主 我們再一次多謝你說話的提醒 主要你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我們人生的一生 在你眼中其實都是很短暫 主要我們就願意在短暫的人生裡面 我們知道上帝你不是擔言 你不是說你的應許不會實現 相反你的應許是很快就會來實現 求你就幫助我們 不是說你 還有你 沒有性格就 我們選出的 你利用的 就是想說 你能夠殺死 你 什麼時候 你不想認真 你不想認真 你不願意 尤其有什麼 把握 你 為了未信主的朋友,求主你感動我們,催逼我們 願意我們有這個及早的心,來迴轉跟從你 為了弟兄姊妹討局,若果我們仍然是沉睡 仍然在那個閒冷裏面,主要求你一靈 來同樣的催逼我們,叫我們去把握機會 就算是我們年老的日子,我們仍然能夠為你而活 因為在你的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雖然我們見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老化 好像很多東西不及以前,但是在你的恩典當中 我們看到每一日都是新的恩典,每一日都是新的開始 求你就幫助我們弟兄姊妹,我們所仰望的 是從主你而來的盼望,力量和信心 最後就求你去祝福我們,展開一個星期的工作生活裡面 繼續藉著工作我們每一個崗位裡面去見證你 侍奉你 我們的討告奉耶穌基督復活有德性的名 阿門 你的姓